瑞瑟乡文旦幼栽培管理是否能朝向机械化发展 瑞瑟文旦幼产销第六班 今天上午就结合纸宝机农厂商办理了一场 文旦树果纸宝机示范操作观摩会 随着科技的进步 纸宝机具的树心定点喷洒功能 克服树冠府内部及叶片背面喷洒不易的问题 让幼农从保守的心态趋于开放态度 纸宝机飞上空为文旦幼树喷洒所需的营养剂 不过令幼农沉疑担心 文旦幼树冠府内部以及叶子背面的死角 是否也都能够云露均沾 幼农很好奇 幼农翻看叶子背面的喷洒程度热烈讨论 即便现在科技日新月异 纸宝机最新的树心定点喷洒模式功能都能克服 但部分幼农受主客观因素考量下态度趋劲保守 除了水稻蔬菜早已全面机械化生产之外 在缺工以及农耕人口高龄化的冲击 台湾的各项农业也开始尝试朝向机械化来发展 日出乡农会文旦幼产销第六班 有鉴于此 也特别结合纸宝机厂商 办理这一场示范操作观摩会 推广文旦幼圆机械化管理 事实上产销班也曾在三四年前 办理过一场次 然而幼农接受度并不高 如今 纸宝机具价格日趋清明且功能升级 新研发的树心定点喷洒模式 克服文旦幼竖型树式及兼具不一的死角难题 也让幼农开始明了农耕机械化的趋势 心态也从保守转去开放 虽然瑞瑟香文旦幼圆的管理线阶段 多数争以真功喷洒居多 但目前已经有两名文旦幼农 添购纸宝机尝试朝向机械化的生产管理 这是否能带动瑞瑟香文旦幼 机械化的脚步 大家也拭目以待 记者是玉兰 瑞瑟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